偷車賊拒捕還逃逸當街上演擊斃追逐 桃園有員警在路上看到一輛造車覺得很可疑 一查之下發現這輛車的車牌跟車身不符 正要上前盤查時這個駕駛竟然是加速逃逸 結果車子失控撞上了分隔島 員警見狀立刻上前逮人 在過程當中還對空鳴槍 最後是成功的張人壓制 鳴笛聲大響警匪一路追逐 嫌犯狂逃衝上分隔島還撞斷路樹 卡在路中央動彈不得 員警跟在後頭趕緊衝上去逮人 下車下車 赫令駕駛下車但他慢吞吞的 逼得員警對控鳴槍 實施強制力男子這才乖乖趴下 甘願被傷靠 警匪追逐發生在14號早上9點多 桃園歸山巡邏員警在路上發現 一輛轎車行機很可疑 一查發現這輛車車牌與車身不符 鳴笛要車停下沒想到駕駛不但拒捕 還加速逃逸 一路追結果嫌犯車輛失控狼狽撞上分隔島 警當機立斷罪空鳴槍 赫令趴下並加以逮捕 資源警力同步將兩名乘客也並逮捕 除了駕駛車上還有兩名未成年乘客 三人開著髒車連車牌都是偷來的 狼狽落網被移送遞檢 以及少年法庭審理 記者 林朱強桃園報導 要找到 李律好 原因